瓷器是一种极具价值的艺术品 它们的种类繁多 风格各异 因此初学者在开始瓷器收藏之前 应该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瓷器类型 以便在未来的收藏中获得更好的收益 以下是初学者可以入手的几种类型的瓷器 青花瓷器 青花瓷器是一种以青花为主要装饰元素的瓷器 青花瓷器远远流长 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因此备受收藏家的喜爱 初学者可以选择从青花瓷器中的某个特定时期 某个窑口或某个制作工艺入手 以便更好的了解它们的特点和收藏价值 窑辫瓷器 窑辫瓷器是一种采用特殊的窑炉技术 在烧制过程中产生颜色 纹路或形状变化的瓷器 窑辫瓷器具有神秘的魅力和高收藏价值 因此也是初学者可以选择的瓷器类型之一 官窑瓷器 官窑瓷器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瓷器之一 其右色细腻 形质多样 瓷质坚硬 因此备受收藏家的喜爱 初学者可以选择某个特定时期 或某个官窑瓷器窑口 以便更好的了解它们的特点和收藏价值 发廊彩瓷器 发廊彩瓷器是一种采用发廊彩料进行装饰的瓷器 具有色彩明亮 艳丽的特点 它们的制作工艺复杂 因此也备受收藏家的青睐 粉彩瓷器 粉彩瓷器是一种以粉彩和又上彩装饰为主的瓷器 具有细腻的用面和丰富的图案 粉彩瓷器制作复杂 因此在市场上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总之 初学者应该从自己感兴趣的瓷器类型入手 选择一些收藏价值较高 价格适中的瓷器作为开始收藏的对象 在收藏的过程中 需要不断学习和积累经验 以便更好的理解和辨别瓷器的真伪 了解市场行情和价值 同时 要注意瓷器的保护和维护 避免瓷器受到损坏 建议初学者可以请教专业人士或者购买专业的辨别工具 以便更好的鉴定和辨别瓷器的真伪 此外 参加相关的展览和拍卖会 建立一个交流网络 与其他瓷器收藏家 专业人士和卖家保持联系 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和资源 总之 瓷器收藏需要不断学习和积累经验 同时需要有耐心和细心 才能收获收藏的乐趣和收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